接下来 宵禁开始时间提前 周末实施封锁 启动地区封锁 种种方案都会摆在桌面上 按照卫生部长奥利维尔维兰的说法 不排除任何假设 甚至以色列爱尔兰等国家已经重启全面封锁 不过 如果法国重启封锁 与今年春季的第一次封锁应有所不同 至少会保持教育领域和部分经济活动开放 面对疫情令人担忧的演变 许多卫生专家呼吁11月2号假期结束后不应开学 日列瓦大学全球卫生研究所所长 流行病学家安东尼弗拉霍特26号做客BFM电视台时建议 初中高中和大学 在万圣节过后不应重新开放 他表示 在当前的疫情形势下 学校不应重新开放 至少中学和大学不应重新开放 小学可以继续上课 但应强制佩戴口罩 即使只是6岁以上的孩子 在欧洲邻国也基本没有关闭小学和幼儿园 不过 意大利和波兰从26号开始 75%的高中和大学远程授课 爱尔兰关闭了除小学以外的所有学校 比利时也在组织远程授课 并在万圣节假期 比利时也在组织远程授课 并将万圣节假期延长到11月11号 但法国当局应该不会关闭学校 一方面 学生们的学业在春季已经受到严重影响 另一方面是出于经济考虑 必须保证家长能够上班 此外 重启封锁 政府应该会维持非必要经济领域的业务运转 不会像上次那样全面关闭一切非必需机构 而且第二次封锁的时间也可能会更短 巴黎马里布黑鸡餐馆 正宗非洲特色菜肴 精选上考食材 非洲民厨烹制 密制酱汁挡不住的诱惑 满足您挑剔的味蕾 多元化餐饮服务 为您营造舒适惬意的用餐环境 每位筹编冰 佳瑶刘客 马里布黑鸡 巴黎最有名的黑鸡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